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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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太晚了 因為忙著一些瑣碎的事 七大姐幾年前在澳洲相會 那個時候的榮幸 她已經給了我送了她的書 當時也有充分的時間 所以一口氣就讀完了 後來我還記得還送我英文的本 讓我來讀 那我最近也翻了一下 所以一邊在讀這個七大姐寫的書 一邊在想 當時因為我那個時候也在重慶 79年我是到重慶 在重慶生活了整整四年 跟七大姐在同一個城 那個時候她剛放出來不多久 在同一個城市 所以她寫的那些東西啊 這個從當時的感覺來說 我覺得那個時候我就是在那個地方 很多事情發生她的身邊 我們好像沒有任何這個感受 回到七大姐寫的這個整個她自己的人生經歷 我倒是有一個很深的感受 就是像她這樣的一個經歷的故事 在文革期間是非常典型的 在那個年代 作為一個年輕的一個女孩子 什麼都沒有 只是自己個人的這個背景情況 被關進到這個建議裡面十年 那想到她的故事 也想到自己差不多有 同樣心善的這樣一種背景 因為我沒有她那樣的文筆 沒有寫出來 這個我曾經在小小的文章 有時候會透露一下 因為自己的伯父也是被關到這個 這個被活活打死的 這個關到這個批鬥的時候 這些故事 我覺得在我們這一代人裡面的心目中 總是有很大的共鳴 所以我答應她 她這個到劉恩來她的演講 我一定要來跟她說兩句 那第二個感受就是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說 這個故事不僅僅是在文革期間在發生 我覺得文革以後的三十多年來 到今天為止 天天在發生這樣的故事 仍然還在重複 在文革期間像七大姐這種人 就是說她有情逃出來了 她能夠寫出來 那麼很多人逃不出來 那麼也有一些人逃出來 她寫不出來 比如說我們在座的這個 我印象中王這個王小洪先生 她也被關了十年 唯一的罪過就是 偷聽了一個電台 跟台灣寫了兩封刮告信 被判了十年 你在中國做了十年建議 那這樣的故事 在中國不僅僅是一個個人的 其大姐個人的這種悲愛的故事 我覺得這是一個體制的問題 這個體制不結束 像其大姐這樣的故事 會一直存在下去 那這就是其大姐今天在這邊 發佈她的新書 給我們一個最大的啟示 今天在中國我們看到 有多少維權人士 有多少異議人士 有多少其他的普通的商人 都遭受著同樣的這個經歷 那只是因為他們現在時間不到 或者沒有機會 或者沒有這種條件 把他們的感受寫出來 所以今天我們在讀 七大姐的書 我覺得我們一個最大的體會就是說 要想去怎麼樣結束這個制度 這才是我們今天要讀 這個七大姐的書的最終的意義 其實回到文革這個期間 七大姐是有幸被關到監獄去了 在當時的中國社會 畢竟上整個社會都是一個監獄 只不過是這個監獄的大小而已 打開比方說 我現在在回想 美國的監獄到底給這些犯人 有什麼樣的懲罰呢 就是沒有自由 就關在這個房間裡面 他在吃、運動 所謂的這些東西 我訪問過很多監獄 沒有任何受到限制的地方 可是我們回到文革期間 整個中國就是一部監獄 我來自農村 我沒有犯罪 但是我知道 如果我要離開縣城 我必須要入條 必須要有批准 我民意上我可以自由行動 實際上我所有的中國的人 你必須是要在這個地方 你居住在什麼地方 就在什麼地方 從這個意義來講 當時的中國是個大劫 今天的中國有所變化 並不是共產黨仁慈了多少 而是他因為要對外開放 要做經濟 所以他有所改變 但中國人就像 有些朋友所說的 那你就像一個豬吧 你吃飽了 吃好了就可以了 你不要想其他的東西 你沒有自由 你也不應該有思想 這就是中共現在的政權 想要給中國民眾的一個答案 國家的政治 國家的自由民主 這些東西 你不用操心 你賺錢就可以了 你就像豬一樣 生活就可以了 所以七大姐今天 今年大概已經將近70多了 75了 所以這樣的一個精神風貌 在這個年齡 還能夠把它過去的遭遇寫出來 我覺得這個對我們是一個鼓舞 我們希望能夠更多的人 把自己的經歷能夠寫出來 同時要有這個經歷 上升到一個更高的一個角度去 那就是說對共產黨 我們不要再抱任何幻想 這不是說僅僅只是文革發生的事情 今天每時每刻都在發生 最後我想說一下這個 希望大家能夠盡量的支持 七大姐的這個歧視文化基金會 這個基金會我覺得非常有意義 它的創辦目的就是為了想 更多的暴露在中共的這個專制之下 受到這種迫害的這些人 讓全世界都能夠意識到 共產黨的一個專制 給中國人造成的這個 深深的心情傷害 這個我自己也會盡我最大的努力 支持這個其他的這個歧視基金會 謝謝大家